我走到鞋底都快爛了, 還沒找到他 究竟我兒子天堂在哪裡呢? 我們還要留在這裡留多久呢? 放心吧, 世伯 城寨的地圖我們已經知道七七八八 一定會找到他的 麵刀, 嘗嘗我的臉手牛辣麵 這遊戲真厲害, 連機構也有 世伯, 你也吃吧 不吃哪有戲, 你去找天堂 不是, 你們沒有叫不得你那份嗎? 他擔了一天水, 他也很辛苦 也給他一碗吃吧 世伯, 他是NPC, 電腦程式 不會餓, 不會睡, 不會累, 不用吃東西 我也不知道你們說什麼 餓就要吃東西了 不得了, 我替你叫一碗 老闆, 多做一碗牛腩麵, 麻煩你 好 你瘋了嗎?你這樣打他? 世伯, 看清楚了 我過頭打完他, 他這頭又康復了 總之不要這樣對他 不怕的, 世伯, 你看著你 世伯, 你看 無論我踢他多少腳, 他還是沒事的 無論是愛在還是內在 他完全沒有受傷 沒有感情, 沒有感覺 夠了… 我明白你說什麼了 不要再虐待他, 好不好? 不得了, 我扶你那邊錯了 難以想像一杯水入面 其實有千萬的生命 生命的形態可以千變萬化 或者有一天, 人類不再需要肉體 可以在虛擬世界裡生活 醫生, 這個故事你明白嗎? 看來你沒什麼反應 或者遊戲機器的世界 對六十年代的你 要理解是比較困難 我明白 你明白 把電腦當成患物 理性上我覺得沒可能 不過當故事聽 我就可以把個人的思想進入電腦裡 這個想法, 理解是因為腦波 腦波 十九世紀已經有科學家證實了 人腦是會發出低能量的腦波 一般腦部疾病, 例如癲癇症 都會以檢查腦波的發射頻率 來定斷應該接受哪一種程度的治療 他們的腦波頻率 和電腦產生的頻率對上 情況就像信號發射站和收音機一樣 頻率正確就會收到 所有的人則是接通電腦裡的遊戲世界 你很聰明 我沒什麼興趣, 只喜歡看書 不用看病, 只看書 你似乎很寂寞 你還沒找到適合的隊長? 我是醫生, 你是病人 你好像不時都會忘記我們之間的身分 我還有問題要問你 昨天有戲的人, 都是逃避現實的人 既然都是逃避現實 為什麼又要選城寨 這麼烏煙瘴氣的地方 為什麼不選世外途藥? 醫生, 你是人生的勝利組 但是在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人都注定是失敗者 我好, 我會打現實 你沒有錢 是認真 沒什麼 大概在這個社會上 你不是認真 我會說 是可以 沒有什麼 早一點 我會想說 我從好 我來 要是 不去 去吧 世伯, 你沒有去打工賺錢儲經驗嗎? 為什麼你什麼都沒有變過? 我進度慢, 擔了一整天水 才能賺到一點點錢, 什麼都買不到 我們持續你, 不用擔心 你看什麼? 怕什麼?也不是真的 況且你平時沒什麼給人看的經驗 你瘋了, 有人看我告訴你 平時走路又粗糙老老 說話又挖淚垂 在女廁見到你, 都以為你是變態老了 補強, 別這麼誇張 其實想想, 你家給你錢去速度約會 也是多餘的 因為你注定是成女 不如你留在這裡算吧 你打不到我, 我們是隊友 我做成女, 比你做近老族更好 除了你老母之外 你這輩子也不用知道有女人 看看城寨這裡有什麼新道具 讓你可以在這裡找個女人 笑什麼笑? 你重厚了兩次DSE 做醫生?你一起爬吧 我終於明白為何你們會解散 你們現在覺得已經很艱難 到我這個年紀, 你們回想 這些只是幸福的煩惱 我剛好路過蕩身路 我還沒想到法劇情 你當沒見過我吧 天真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